裡逃嗆洋洋 警方鎖定這名詐騙車手 與被害人交付現金的地點 不論是公園草叢裡面 或者是大樓頂樓 以及車內都部署警力在場埋伏 等到時機成熟後上前逮人 車手被壓制在地上動彈不得 警方成功逮到嫌犯 也將53萬元現金還給被害人 只是過程中 警方在場埋伏兩個多小時 又是大中午的最高溫度 來到33度 車子又不能發動怕打草驚蛇 員警躲在裡面汗流夾背 手上的汗水更是直接用滴的 而在緊盯嫌犯的動向之外 一手還拿著衛生紙不停的擦汗 每一個人都汗流夾背 甚至有些通人都將近快要中暑 那其實都是在意志力的堅持之下 那在頂樓的通人也不曉得說 他事先也沒有做好這個 防曬的措施 警方曝曬在艷陽下 整整兩個多小時 執行勤務 有些被安排在頂樓的員警 沒有想到會守這麼久 根本沒有防曬 完全是靠意志力在撐 而偵察隊長還穿白襯衫打領帶 蹲在地上迅聞嫌犯 全身都是汗 員警不畏高溫 四面埋伏讓歹徒插翅也難飛 記者紀博士潘穎文高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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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